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台北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 又先带你来看 台北市规传局 与有线电视公用频道协会 攜手举办台北游影三 影片甄选活动 民众可以多利用公用频道 分享自己的创作 参加影片甄选 就有机会获得首奖 三万元的奖金 中正社大旗袍舞美女们在台上优雅演出 为台北舞鸭碎影片甄选开跑节目 由台北市观传局和有线电视公用频道协会举办的影片甄选活动 邀请民众拿起身边的手机摄影机发挥创意 记录台北之美 交足中奖金14万元的名额 让您的入选作品在公用频道上播出 对于公用频道我个人感情深厚 因为我的这个硕士论文 刚才有跟王老师报告 我就是写公用频道 我们公用频道是从2001年4月15号开播 那当时其实也是为了落实 有线电视法跟媒体禁用前这样的一个理念 那来做这件事情 那当然最主要的是那时候大家这个频道支援 非常的稀少跟珍贵 那我们希望在台湾这样一个当时这个媒体 台湾在媒体这个部分 是商业化非常严重的一个情形 我们希望有一个这个免费的这样的一个电视平台 能够让我们的市民能够自由的应用 以及发挥的创意 那当时我们跟有线电视系统有9家来沟通 当然这个频道的资源非常的珍贵 而且又要有线电视系统业者来出钱为应 他们是相当的为难 但是经过沟通之后啊 这个系统业者还是往大方向来看 那成立了这样的一个这个公用频道 那当时的定频是在77 那经过这20几年的努力 现在已经在第三频道 那其实是更前面 是更好说事 那当然现在大家都知道 这个媒体的市场是大爆发 我们的传播科技啊 是日益的发展 加上AI的科技 我们现在的自媒体啊 其实非常的兴盛 媒体禁用这样的一个情形啊 其实存在在我们的社会啊 已经不是问题 但是更重要的问题是 如何避免假信息啊 假信息变成媒体试读啊 这个部分就比较重要 但是不能因过因为这样 我们就把公用频道给 这个就当成不重要 我觉得各位先进 尤其是李市长 大家都是非常这个 有前卫的专家学者 我们应该来思考 如何让我们这个CH3 公用频道扮演更积极的资讯平台 让他的知晓度更好 我过去这个八年 在松山区当区长服务 我刚才有跟王老师报告 其实在社区在地方上 这样的一个平台啊 其实有些活动 包括我们的礼啦 包括我们的公庙 包括我们社区大学 包括我们学校 每天都有很多的活动 但是这些活动 其实是没有什么平台 可以录出的啦 除非他们自己用他们的自媒体 那如果说做新闻的话 媒体记者 大概全国性的新闻媒体记者 对这个也没有兴趣 大概都是要靠有线电视系统 我的这些非常辛苦的媒体记者朋友 他才愿意去做采访 所以未来我们的公用频道 应该如何跟地方多加结合 如果在没有商业利益的考量之下 像有一些公庙的活动 其实都是非常盛大的 都可以透过这样一个平台来录出 而且能够做到有独特性 让民众愿意来收看 那我想这样的一个平台就成功了 我们观生局当然都非常支持这样的一个公用频道 也期望跟公用频道一起来努力 让它成为一个很积极的执行平台 扩大参与族群 然后结盟NPO的禁用 对我来讲 其实刚刚副局长也跟我谈了 就是说其实如何时 那个知名度要提高了 那要到地方上去耕耘 那我想我今年的工作目标 第一个就是扩大族群的参与 就是要让更多的人有机会来禁用 所以我们今年在那个奖项里面 特别设了一个乐龄创作奖 就是60岁以上老人家 只要你有提供影像 你就可以来参加比赛 只60岁跟60岁比 如果你得到奖的话 奖金1万块 所以我们这个老人家 影法族群是有地方的 那另外我们在推动的事情是 新住民也有机会来拿影像来拍摄 所以前两个礼拜我去好多新住民团体 跟他们一起来做宣传短片 有讲越南语的 有讲泰国语的 希望他们能够也来用我们这个频道 那再来呢 我们要结合NPO的禁用 所以今年我们特别开示了一系列 手机影像课程 是针对NPO的伙伴 请他们来上课 来用我们的资源学会拍摄 那我想经过这几个面向里面 我们特别要让这个扩大出去 那另外我们跟社区大学的合作 也是从去年都开始了 那谢谢社区大学一直来支持 那今年呢 我们一样有社区大学奖 那我刚跟刘相长也报告过了 今年要由社区大学来推荐参赛者 然后之后我们有个奖项 提供给社区大学好不好 那希望经由这几个管道呢 能够让把我们公众频道做得更好 把它做得更热络起来 活动旨在促进多元文化发展 鼓励民众落实媒体禁用权 除了影片征选 还有系列活动 如影像人才赔利课程 市民化新生 影片征选成果的陆续登场 欢迎民众踊跃参加 记者温文俊台北报道 近年来全球极端气候频传 瞬间的侯大雨就容易致灾 为了预作防范 升级成为任性社区的内湖区周美里 首度举办防水患救灾演练 过程逼真 连毛小孩都加入哦 在堆沙包之前呢 我们在内侧地上 先铺上一层防水布 然后再往上堆叠 这样可以避免吸水渗漏 可以更有效的防水 台风警报一发布 里长邱莉莉立即指挥 周美里防灾人员 协助低洼住户堆好沙包 还帮邻近社区架上防水闸门 位于基隆河畔的周美里 过去曾发生过严重水灾 为了预防灾害再次发生 在市议员游署会协助争取下 特别举办这一次防救灾演练 希望防范雨未来 现在都是强雨强风 尤其昨天大家看到这个云林 这个一个大雨 就把一个鹰架全部倒塌 造成了灾害 非常造成了几个民众的生命 这个对让我们觉得 这件事情是我们所有的乡亲们 必须要来做一个万全的准备 所以呢我就觉得我们要赶快 向这个游署会游议员来陈请 希望说赶快呢提供资源 给我们来做这个防灾的一个演练 我们周美里它比较靠近提防 然后地市又比较低 又属于比较老旧社区 所以社区的排水设施 比较不足 所以我们会希望在周美里 建立这一个水灾的自主防灾的演练 然后未来有机会的话 也希望推广到更多领区 我想这样不管是各次各样的灾难 当发生的时候 最好的方法是第一时间 我们的社区的民众可以先自救 然后自行做一些简单的应对 然后工部门的这个 不管是消防局的力量 或水力助力量 再快速的进入 让灾害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 志工们熟练的进行CPR 为了做好这一次防救灾演习 志工们已经排练了五次 其中位于河堤外 基隆河畔的新安宫管委会委员们 也加入演练行列 里长邱立林更帮忙争取设置AED 万一有遇到灾害的时候 我们新安宫土地公庙呢 就是做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万全的准备 来协助我们市政府来做 帮助我们的这个市民朋友 做一个防灾 同时呢 因为整个幼岸河滨公园 是都没有工部门 所以我们就募款了 这个做了一个AED 在我们的新安宫 在演练人员疏散的过程中 还有一只超亲人的牧羊犬 金金也加入 这是中美里长邱立林的创举 希望在避难过程中 让毛小孩也能受到妥善照顾 尤其我们这边有一个 宠物狗公园 所以我们表示我们 我们内户地区 饲养宠物的民众非常的多 万一有一天 碰到灾害的时候 我们的宠物该怎么办 要有给他一个避难的地方呢 能够照顾到我们的宠物 所以我们就特别想到说 是不是我们这次也把这个加入到 把那个宠物避难所 也加入到我们的演练当中 立法允李彦秀 除了肯定周美里主动进行 防救灾演练 也表示将协助地方进行都市更新 提升灾害应变能力 我觉得日本还是整个环境 要做重新的更新 毕竟周美里 它有一部分它是老旧社区 那如果有机会做后续的都更 我相信 对于未来的防灾 各方面的工作 都有机会做得更好 那当然这份短中长期的工作 那短期我们希望透过林李的志工 由我们产观学界的协助跟指导 让我们对于防灾各项工作可以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内湖驱光所方面表示 加上周美里 内湖区已经有六个里成为任性社区的一员 驱光所将尽力协助 让地方对于灾害都能快速反应 降低灾损 灾后也能迅速复原 回复正常生活 在救难团队进来我们灾害的地点的时候 能够出勤 能够若实自助 自助 共助 互助 然后能在灾害团队 救团队进来的时候 能够协助救灾 那这是我们要申请防灾性社区的一个目的 周美里帮不帮 帮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台北市南港区公所 特别依循古礼 举办成年礼的活动 透过受精加冠 让参加的李生 了解自己长大成人 必须对自己的行为与未来负责 李生向家长叩拜后 进行奉查以表达感恩 随后由家长帮李生加冠 并自证传家报给予祝福 这是由台北市南港区公所举办的成年礼活动 透过庄严隆重的鼓礼仪式 让参加的30位李生 提认自己已经成年 该为自己未来人生负责 要对辛苦拉拔自己长大的父母亲 永怀感恩 我们的家官 我们的心理 还有我们的奉茶 和送传家宝 这些无非都是要标志的各位 已经长大成人了 那除了法律上的权利义务以外 最重要的是要跟自己负责任 今年成年礼的主题是 孝爱新人 如风新传 孝道一直是我国儒家最重要的价值观 所谓百善孝为先 我们希望每位青年学子 能够透过这个仪式 明了父母的养育之恩 感谢父母 孝顺父母 家长们放手就让成年礼生 自己通过天官四福门 家长们牵着礼生 放手让他们自己走进天官四福门 这样一群传统古礼的成年礼活动 也获得家长的肯定 参加了礼生更觉得有一种神奇的力量 好像一期间就长大了 很生奇 因为我当时就觉得 我会觉得我是小孩 因为我今天发现我好像不是小孩 我是很生奇的 参加在我中口 可能是一种男生 我一直到十岁 所以就这个重大人 我是男生呢 我从小就不得胜众 我觉得成年礼是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 然后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体验跟感觉 我觉得成年礼是一个可以反思跟拓展未来的好机会 加冠作大人 加冠作大人 一世最后由李生大生念出成年宣言 象征人生已经进入下一个阶段 更有信心面对未来的任何挑战 开创属于自己的人生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导 为了要增进新著名的专业技能 习得一技之长 台北市中山区公所在今年新著名系列课程中 再度与职催达人张淑慧老师合作 开设香药草生活保养品的系列课程 并与台北市中山老人住宅 继服务中心合作 开办共学课程 增加新著名投入社会参与的机会 并提供影法族不同的课程体验 新著名学员用上课学做的按摩精油 为长者按摩肩膀 或是帮长者涂抹精油棒 热络的互动就像亲姐妹一样 课程中职催达人张淑慧老师 特别安排新著名与长者学员 共同制作一条根精油按摩棒 让新著名和长者可以帮自己 或对方按摩 提振精神舒缓不适 也可以将制作好的成品 带回家与家人分享 大家都觉得收获良多 按一下蛮舒服的 很轻松 按好很轻松 比较有精神 很享受 我是缅甸的新著名 比香味更浓气 可是我刚刚上完查了一下 是查不到这个 所以对那个很有兴趣 不是长辈吧 是姐妹 是蛮好玩的 对他们也 皮肤什么都包 姐姐很有保养 有一套 你看头发都比我黑 对蛮好玩的 其实我第一次参加这种 山友方面的接触到 第一次接触到这个方面的 这蛮有趣的 之前想说化妆品很复杂 不是自己可以制作的 可是上了老师的课之后 发现说 只要加 这个加一点 那个加一点 也是精油加精油 就可以很好的 有舒缓的效用 然后生活上面 蛮有帮助 然后也是 自己用的嘛 所以就是那个 不会 添加太多防腐剂啊 我是从中国过来的 然后今天参加这个活动 觉得非常好 就觉得 可以学到 手作的乐趣 然后可以用在自己的时刻上 跟家人时刻上 可以帮助其他的人 觉得非常好耶 我觉得老人家 看起来都非常健康 而且都很聪明 只要一教他 就很快学会了 今天有做那个 一条根精油按摩棒 然后非常适合 老少杰宜的一个 就是帮助舒缓 酸痛的一个产品 自己 自己吧 自己会加人身上吧 就是如果有这个 肌肉酸痛的状况啊 或是蚊虫咬啊 还就可以想说 原来这个东西 就可以帮助我们 去除这些困扰 我是来自香港的 我已经来台湾五年了 然后呢 这次参加这个活动呢 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然后可以跟老人家一起 我们又学习 也跟他们一起学习 嗯 非常有趣 听他们讲讲 他们的故事 故事之后 会学到很多人生的道理 我们今天做了 一支是那个精油 然后呢 可以舒缓这个 关节的痛啊 肌肉的痛的 然后还有另外做了一些凝胶 可以用来按摩皮肤 也可以按摩头皮 因为老师教的那个配方都有给我们 然后材料呢 也很容易买得到 然后自己做呢 就是无毒的东西 对家人对自己的健康都很有帮助 这次的课程总共有20位 来自不同国家的新住民学员参加 经过连续一周的紧密课程 让新住民培养出熟练的手作技巧 并带着这几天累积的经验 在课程最后一天 来到中山老宅与银法族学员共同学习 透过共学课程 促进新住民与长者的互动 因为我们区公所除了希望 能够加强我们新住民朋友的一些技能之外 也希望他们能够多有社会参与 跟族群融合的机会 所以我们特别在淑慧老师的协助下 跟我们中山老福中心 共同来办理这样的一个课程 一方面是在紧凑的七天的课程之后 我们的新住民学院可以到这边来 服务我们老人家 服务银法族 另外一方面 也希望他们透过这样的参与模式 知道服务老人的乐趣 我们今天很开心 看到很多老人家 因为这样的学习 他们都希望能够多开一些课程 让我们感觉到 新住民朋友融入期间 他不但有增加了社会参与感 他也觉得他为老人家建立分立 会有族群融合的机会 对双方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体验 都有不同的 因为香草药生活保养跟精油 是淑慧老师特别把每一种香草跟精油的特性 做不同的分类 让学员知道如果 比如说你是不好睡 你可以用薰衣草 比如说你有骨头三痛 你可以加一条根 用这些不同的特色 让同学可以依据个人的需要 甚至他自己回到他家乡去的时候 可以用这样的精油 也许也可以创业 这是我们的希望 中山区公所希望透过共同参与手作课程 不仅为新住民提供学习技能 与融入社区的机会 同时也增进不同族群之间的交流合作 体现社区内的多元学习与共荣精神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 台北市的机车停车阁 常常一味难求 为了要鼓励民众使用共享孕制 交通局首创了共享机车专用停车阁 一起来关心 台北市松山区副经理李冠中立长表示 问卷调查发现 约有33.3%共享孕制使用者 有降低购买机车的意愿 19%减少使用自有机车 因此提出共享机车专用停车阁专案计划 强化共享机车借缓点的辨识性 省去寻找车位时间的便利性 吸引民众来使用 逐步降低购置私人机车的意愿 其实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就是说当初为什么提出这样子一个想法 其实是因为我理念的话 有设置U-bike 那设置U-bike之后的话 其实我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说其实在U-bike点 有效半径大概20公尺范围内的话 其实约有30户到40户之间 其实住户本来他们会自购自行车的 其实就决定不自购了 那这样子一个结果的话 就让我发现说 第一个路面呢 其实民众自有自行车 然后任意停放的那个乱象减少了 那第二部分的话 其实我发现说我的理名 也非常习惯去使用U-bike 来做他们点跟点之间 然后同情啊 或是移动 很重要的一个交通工具 所以说我在想说 之前的话 郝市长 郝文斌市长 其实推U-bike 那我想说 就现在的蒋湾市长 然后基本上对 所谓的2050 然后近零摊牌这个议题的话 其实也非常关注 所以说在4月19号 的市场座谈会上面的话 我就提议说 那其实就以我副经理 做一个共享机车的一个示范基地 那其实很高兴 交通局这边 然后也愿意来支持 目标是 到达到2050 进行碳牌 volantes 那松山区我们的 副经理理理理事长 理理理事长 理理事长这边 有提出我们建制一个 共享机车实验基地的计划 那事办人员又主要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 急车只能提供游线 然后也希望我们 鼓励民众使用的 共享应急 然后改善共享机车的 停放秩序 所以我们从 集中期到9月30号开始 我们在这两个地方 一個地方就是富頂街,富頂街跟民生東路五段,就是富頂里里內,以及我們一線路,我們新東里里內,示範我們的那個共享機車專用停車格的示範計畫 那富頂里裡面是有12格跟6格加起來18格,然後我們的一線路這邊是有12格 那我們現場呢,除了我們的圖案上面會,地上會有標共享機車停放區之外 我們上面有一個排面,排面上面會有一個共享機車專用停放區 那我們有一個業者,WIMO業者,他是在這些地方有一個P,就是上面有一個P的標誌,讓民眾也可以去尋找說這就是專用的停車位這樣子 事辦地點為民生東路五段,富頂街及新一區新龍里一線路 共享機車專用停車格畫有藍白雙線,並設有標誌,避免民眾誤停 事辦期間會觀察使用效果,民眾接收度,是否提高使用共享運聚意願,再決定要不要正式實施 這些格位是專用的,那在事辦期間,也就是我們即日起到9月30號為止 我們會先宣導,那宣導期會到7月30號 那違規停放的機車,我們都會去掛調環,就是跟民眾說,現場這邊是已經要給共享機車專用 那地上我們也有噴漬,就是共享機車專用停放區旁邊也有立排,就是避免民眾違規停放 那如果說7月30號之後,還有違規停放的車輛的話,我們就是會依規定來舉發 共享機車格是否會排擠一般的機車停車位,李幻中立場表示 觀察里內機車每日移動數約三分之一,每輛機車平均兩天移動一次 自由機車使用率不高,討論後決定取消三個汽車格,不會排擠一般的機車停放 記者問君,台北不到 機房及非法機上河經銷商,強力查期 去查獲778台非法機上河 涉嫌侵權金額超過台幣10億元 看到一則則的新聞,這些製造、輸入或銷售侵權機上河的業者 都會遭到最重可除兩年以下徒刑給50萬元罰金 影視產業式文化輸出的軟實力,可帶動旅遊、觀光等行業發展 盜版業者行為,會讓正版業者收益減損 進而減少產出優質節目的能量與資源 直接受到傷害的是文創工作者及消費者 所以請大家檢查一下,自己使用的機上河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機上河,內建是否下載了侵權App 雖然台灣沒有對使用侵權機上河的民眾有任何的罰則 但為了打造一個優質且強盛豐富的影音帝國 請民眾一起搞正市場合法秩序,支持影視產業 新一區公司有特別邀請十多位里長 在直徑舉辦綠色生活探索工作坊 透過全數的超市、餐廳等場域參觀 互動展覽體驗、節料理DIY等 一起為保護地球盡心力 這個耳機就可以聽到避風的聲音 在盜覽人員解說下 新一區泳村里里長許惠蘭等人戴上耳機 仔細聆聽平常在都市裡很難聽到的聲音 殘土的聲音、水聲、鐵撞擊的聲音、水聲比較大 小鳥的聲音、可以很明顯 所以它代表什麼意思 大自然、燈種 緊接著在蔬食研究所料理老師教導下 新一區區長陳萬寧與里長們排隊領取各項食材 分組製作蔬食料理 來一場創意美食大PK 這是由新一區公所所舉辦的綠色生活探索工作方 邀請里長們到執經館參觀全素食超市與餐廳 體驗五大主題區的互動展覽 以及親手製作蔬食料理 希望藉此引導里長們深入探索、減速、節能、 循環利用等永續主題 未來有機會能在區裡社區落實實踐 這個當然也是一個拋磚引玉的效果 希望說里長來這邊 藉由今天一個下午的工作坊 讓這個綠色的概念 能夠更升值他們的心中 那未來我們在辦理各項活動的時候 其實也可以多思考一下 其實包括說 其實我們在這邊也可以看到 他們很多的商品都盡量讓他 減低這個包裝 然後甚至他們會大量的運用 這個循環的餐具 或者是一些循環的 取代一次性的這個餐具的東西 那我覺得這個都是蠻值得推廣的 我們也希望把這個新的概念 讓里長們他們都可以知道 那我們當然也希望說 里長來看到這些新的這些做法之後 可以把這些東西 能夠帶到我們里內去 讓這樣環保永續的概念 可以落實在我們很多區裡活動裡面 對於區公所舉辦這樣的參訪活動 過去就曾跟慈濟等單位 合作過的中行李里長林美軍 覺得收穫很多 區公所他辦的這個活動 我覺得是真的很好 因為由我們里長這一邊 先來這一邊體驗 那這樣一個永續 然後又是一個綠環保的一個概念 我們其實以前中行李 就已經有跟慈濟合作過 七月吉祥月 那間由吉祥月也可以去推廣 蔬食的一個活動 然後給大家更健康的一個身體 那更環保的一個社區 新義區區長陳冠林強調 新義區是台北市的商業中心 與時尚重鎮 在追求經濟發展的同時 如何落實環保永續 讓市民享受律師生活 是北市府的目標 因此邀請里長擔任先驅者 深入基層以實際行動 落實環境永續 讓新義區成為永續發展社區的領頭羊 新義區有行有力 記者張祺騰台北報導 接下來我帶你來看 肝病防治學術基金會 與連鎖超商合作 推動把愛找回來公益募款活動 今年推出了全民復超十年計劃 提醒40歲以上的民眾 不管有沒有B型或C型肝炎 每年都要做一次腹部超音波檢查 肝病病友郭忠順先生 退休後去年底響應肝機會全民復超活動 沒想到檢查後發現肝臟有9公分腫瘤 當天下午做電腦斷層確認是肝癌 目前已順利接受手術切除 他們舉辦今年超了沒有的腹部超音波還有抽血檢查 那我就在他們抽血檢查的時候 發現所有的甲腫它有蛋白到45 後來到附近醫院先檢查 抽血在超音波在電腦斷整 後來轉進到台大醫院找習教授來做一系列的檢查處理 很慶幸 我現在還站在這裡的話 就是感謝肝病房中心 今年超了沒有這個活動 所以我才能在這邊 而且習教授那邊的團隊都是很溫馨 很有愛心的服務 肝是沉默的器官 出現問題也不會疼痛 因此許多民眾有慢性肝炎問題卻不自知 而腹部超音波就是早期發現肝癌最好的檢查工具 為加強肝病防治 肝機會與連鎖超商攜手合作 展開今年超了煤 供應募款活動 舉辦免費保肝抽血檢查 腹部超音波等服務 由專業護理師提供後續諮詢 一種是國人十大死因 這個是癌症是占第一位 那等一下在癌症 我們再分出十大癌症死因 所以我們的慢性肝病跟肝硬化 是排在國人十大死因 原來是第六位 但經過這麼多年慢慢一直下滑 到去年變成第十一位 今年是第十二位 這樣子一個情況 然後在癌症裡面再把它抽出來 因為我們知道癌症是十大死因之首 再把它抽出十大癌症死因 過去呢 是肝癌是占第一位 現在是第二位 B型肝炎來說呢 我們是有分成打疫苗世代 跟沒有打疫苗世代 也就大約是四十歲上下 四十歲以上的國人沒有打疫苗 我們的B肝代元率大概是百分之十五 也就每五到六位就有一位 那麼C肝大概百分之四 那麼如果是有打疫苗的世代 B肝代元率已經下降到百分之一以下 我們將來要努力把它歸零 所以這個是B肝 那麼大家一定想說 那已經是B肝代元 那就是不是沒有辦法 事實上這麼多年來呢 我們在治療方面有很大的突破 所以也就是說B肝代元呢 如果他自己都沒有發作 當然是很好 我們就繼續追蹤 如果是有發作 現在有很好的抗病毒的藥物 可以來控制這個病情 讓他不要從慢性肝炎 走到肝硬化肝癌 那事實上呢 跟一般正常人 就沒有什麼大的差別 這是一定要定期追蹤 衛福部次長周志浩 也到場力挺公益活動 表示肝病已經是台灣國病 雖然慢性肝病死亡率 近年略有下降 但仍是一大挑戰 我們今天肝癌這裡面的話 還是我們癌症的第二名 還是我們癌症的第二名 每一年至少去年 有7700多位民眾 因為肝癌而失去了寶貴的生命 然後呢另外的還有另外的 每年到去年有3800個人左右 那是因為我們慢性的肝病 而這樣的喪失寶貴生命 這樣整個加起來的時候 我們去年就有一萬一千五百多位 民眾因為肝的疾病 而失去了生命 如果我們把十大十英 用這個數字來排名的話 它可以排到第六年耶 所以說肝病是果病 現在威脅還是非常的大 那為此呢 我們需要大家一起來努力 把它控制下來 今年超了眉 今年超了眉公運募款活動 還特別邀請青春洋溢的 啦啦隊拍攝宣導短片 藉由簡潔有力的口號 呼籲民眾了解腹部超音波 對肝病防治的重要性 今年超了眉 超了眉你知道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嗎 就是超音波了眉 超音波了眉 今年你有尋找腹部超音波了眉 如果你每一年到定期做腹部超音波的話 也可以發現膽囊肝臟胰臟 如果有疾病還有腎臟 如果有疾病還有腎臟 如果有疾病的話都可以及早發現及早治療 不錯不錯 什麼動作比較有連結性的 第一個就是我們剛剛有做這樣 然後這個就是指腹部超音波的意思 就是找這一塊這樣 是這個意思 對 然後第二個還有就是我們還有做 對 這邊 這個是我們這樣一排一排這樣走 就是有點在象徵 火車的感覺 對 篩檢列車 篩檢列車 大家一起加油跟上來 對不對 乾機慧希望透過更多的篩檢活動 傳遞正確的保肝知識 也希望民眾捐款協助乾機慧 繼續推動防製刀治療的相關活動或計劃 早日消滅肝病 記者臨期會議台北報導 再來是破案消息 刑事警察局7月4號宣布在新北市破獲 依托米紙製毒工廠 這種毒品吸食後 有如僵屍般的無法思考與控制自己的身體 非常恐怖 毒品藏在電子煙中 警方抓到陳姓夫婦等多名嫌犯 在雙北基隆等地販售 已經依違反毒品危害防治條例及要事法 移送新北地檢署偵辦 辦人員在現場搜索查扣相關證物 刑事局日前借貨情資 有自毒集團在新北盧州設置廠房 以麻醉藥品依托米紙作為原料 製作分裝電子煙蛋 在雙北極基隆地區進行販售 刑事局方面說明偵辦經過 本大隊是於日前借貨情資 自犯毒集團於新北市盧州地區設置毒品分裝廠 經追查發現掌握祖賢為新北地區的陳姓男子 陳姓所屬集團在新北市盧州地區 以麻醉藥品依托米紙作為原料 製造分裝電子煙蛋 流通於雙北基隆地區 並進行販售從中來牟利 案件專案小組規劃部署查器陳嫌等人道案 警方供查扣485公克的伊托米紙及煙油與加熱儀器等 預計可製作出1600顆電子煙蛋 市價約480萬元 由於俗稱上頭電子煙的伊托米紙 在吸食後會無法思考及控制身體 出現異常戰斗等情況 又具有成癮性 法務部已經在今年6月13號召開毒審會 決議將其列管為第三級毒品 預計9月正式公告列管 因為伊托米紙本身是化學藥品 那它的施用之後的藥效會產生的非常快 但是藥效持續的時間也非常的短 那會造成施用者會在不經意間就不間斷的持續施用 對身體的健康還有心理的健康都會造成巨大的危害 還有巨大的成癮性 警方調查發現 誠心祖賢還要求下游買家要以兩倍於成本的價格販售 以免打壞煙蛋市場行情 涉嫌人他有要求下游的買家 在買售這個煙蛋之後 要零售出去給施用者 價格不可以低於成本價的兩倍 以免打壞這個煙蛋的行情 在市面的價錢跟行情 刑事局已經將陳信祖賢等市人 依違反毒品危害防治條例 及藥事法移送新北地檢署偵辦 同時將持續追查相關來源 不讓毒品危害國人健康 記者張希腾台北報導 機房及非法機上和經銷商強力查期 去查獲778台非法機上 涉嫌侵權金額超過台幣10億元 看到一則則的新聞 這些製造、輸入或銷售侵權機上和的業者 都會遭到最重可除兩年以下 徒刑合50萬元罰金 影視產業是文化輸出的軟實力 可帶動旅遊、觀光等行業發展 盜版業者行為 會讓正版業者收益減損 進而減少產出優質節目的能量與資源 直接受到傷害的是文創工作者及消費者 所以請大家檢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機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機上和 內建是否下載了侵權App 雖然台灣沒有對使用侵權機上和的民眾 有任何的罰則 但為了打造一個優質且強盛豐富的影音帝國 請民眾一起搞正市場合法秩序 支持影視產業 公民團體發起罷免市長謝國良 第二階段聯署已經通過門檻 為了要反制罷免 戰鬥欄發起人趙少康 領軍多位國民黨立委和市議員 到基隆信義市場宣講 一起來看看 基隆市長謝國良面臨罷免危機 戰鬥欄發起人趙少康 跟多位國民黨立委跟市議員 來到基隆信義市場宣講 包括立委賴士寶 謝龍介 陳玉珍 王洪威 徐巧鑫 林佩祥 跟台北市議員游淑慧 鍾小平 和基隆市前議長宋偉利 市議員何淑平 韓世玉 曾紀妍等人 進行輪番宣講 痛批這是一場輸不起的邪惡罷免 呼籲基隆人一定要出門投下反對罷免票 一聽到到基隆來 大家都義憤天鷹 覺得要來支持謝國良市長 我覺得民進黨這次發動罷免 簡直是沒有道理 可不可以評論 可以評論的 可不可以反對 可以反對的 這民主社會 但是有到罷免的地步嗎 有到罷免的地步嗎 根本沒有嘛 對不對 所以這就是政治霸凌 對不對 對 所以我們要反對政治霸凌 而且這是什麼 邪惡罷免 為什麼民進黨很壞的 他想喔 市值挑軟的是覺得基隆 他有機可撐 所以他在基隆搞 希望呢 搞成以後呢 明年他在全台灣發起立委的罷免 因為現在在立法院呢 他的這個 席次不過半 所以呢 他將來啊 希望呢 利用罷免 用這種偷吃部 把立法院再倒過來 這是很邪惡的 這是專我們選辦法的漏洞的 很可惡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 打倒政治霸凌 打倒邪惡罷免 對不對 對 對 你當做 台灣人都見頭的喔 拼輸叫屁民對不對 有 有 總統贏 你要贏去吃 總統要繼續做 起叫輸 你們就屁民 要想要頂選 去尾輸 還說要頂選 討厭網軍嗎 討厭 討厭雙標嗎 討厭 討厭說不行嗎 討厭 那拜託 去投那個不同意罷免 到了謝國良的時代 把他收回來 謝國良有錯嗎 沒有 沒有錯 為什麼要罷免 自得利益不放手 就要發動罷免 就讓我們基隆市 才改選一年半的市長 又要重新的去把它翻盤 讓我們基隆市一直亂一直亂 把謝國良拿來抄兵 各位 我們要不要替謝國良 保 我們要不要爭取謝國良 加油 謝國良 加油 國良 謝國良 加油 加油 所以大家 所以大家 絕對 不要說 到時候一定都要站出來 投反對 罷免好不好 好 我們在一年的時間 已經把基隆打造成一個全台灣入口最友善的一個城市 我們的行人車禍率 是一般縣市的一半都還不到 甚至有的是三分之一 這個就代表我們基隆的入口友善 我們基隆的市政正在改善當中 大家說對不對 這麼好的市長如果把它罷免掉 其實是一件不公道的事情對不對 到基隆市民能不能做這樣不公道的事情 而且我相信基隆市民不會這樣 除了現場宣講 趙少康和國民黨立委議員們 也到信義市場掃街宣講 民眾力挺支持 高喊謝國良加油 市長謝國良說 相當感謝大家來到這裡為他加油打氣 他會帶領市府團隊持續為基隆市政打拼 來服務基隆市民 記者黃日生陳淑平基隆報導 這點來看位在中正路上的舊公車處 變身為文創音樂展演空間 基隆市政府文化觀光局 跟展演經驗豐富的硬幣創造 共同合作 推出開幕特展 帶您一起去瞧瞧 那可以讓民眾可以很貼近的舞台 他們可以站上去體驗一下 是藝人有一個歌手夢 我們可以在這邊來實現 然後我們在上面呢 都有配備我們在舞台上 大家看不到的一些小道具 基隆市政府文化觀光局 跟展演專業的必應創造攜手合作 將舊公車處打造成全新的文創展演空間 打頭鎮的這檔開幕特展 真實呈現演唱會的目前與幕後 讓前來開箱的文官局長江廷梅 跟基隆政策推廣大使楊寶貞 和社會處長楊玉欣大開眼界 所以他就讓我在上面體驗了一下 當這個Superstar的感覺 前面還有這個麥克風 然後一站上舞台的時候 那個光啊打在身上 哇真的開始有這種 要當這個藝人歌手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非常特別的一個體驗 我覺得這個場域現在是非常具有 寓教於樂的一個環境 那同時你們也可以看看 其實一個演唱會的成功 不是明星而已 他其實需要非常多後台的製作人員 以及燈光師以及佩儀師等等 大家大力的一起合作 而這個地方我們希望未來創造 讓更多的年輕人或者喜歡音樂的人 可以來了解 以及可以租任場地 所以音樂對於所有的人 都是一個非常好的心靈療癒的途徑 所以我們現在在超高齡社會來臨的時候 我們也在努力的思考 如何透過更多的藝術文化 尤其是音樂來幫助更多長者 能夠陶寶性情 而且調節生活的情緒 市議員張之豪也前來參與開幕記者會 除了特展內容豐富 相關的展演空間也將提供 年輕朋友和學校社團成果發表租借場地 打造成基隆的音樂基地 也擴大表演藝術的交流 這個場域我們提供給學生的社團們都可以來這邊租借 那當然也有回饋我們這些學生的一些機制 那這個也是我們想要創造 大家不一樣的一個場域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核心 接下來我們會透過跟必經創造的一個合作 然後去對接到北流 也希望未來可以讓我們更多的表演藝術者 尤其是音樂家或者是藝術家 可以到北流這邊去做一個表演 那我們也希望透過這樣的平台 可以讓北流的一些表演團體 以及他們的一個他們的IP也可以到達我們基隆 然後在這個場域讓大家看到基隆 今天進駐到這個地方 我們也希望把我們所有多元文化 跟我們所有展演的內容可以帶入到基隆 同時也可以把基隆的展演文化傳播出去 這個是我們希望最終的充值 文化觀光局表示 串聯舊公車處與基隆要塞司令官邸 和校官眷社 將透過專業團隊逐步引進藝文展演 文創展覽和音樂表演 期盼培育更多的音樂產業人才 也讓基隆展現更多元面貌的文化娛樂 藝術體驗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2024七堵慶濟宮 媽祖孔明文化祭活動 7月7日早上在七堵慶濟宮正式舉行 慶濟宮特別安排市農工商四大百工百業的代表 以茶祭祀升天燈 祈福基隆市民一切平安順利 一二三天燈上升 步步高升 市運昌榮 我們希望七堵越來越好 掌聲 由工作人員拉著天燈緩緩上升 天燈上寫滿基隆市副市長邱佩玲 以及基隆市議會副議長楊秀玉 前議長蔡旺蓮市議員 和市政府包括民政處文化觀光衛生教育 中發消防警察 七堵區公所等相關局處首長 每個人親自寫上的祈福吉祥話 隨著天燈上升 祈福基隆市民一切順利平安 各行各業生意興隆 基隆市政圓滿昌隆 我們謝國良市長非常重視宗教的藝文活動 那得知柯主委要辦一個這樣的活動的時候 他就非常大力支持 也請了我們民政處 教育局 文化局全部來協助 我們希望藉由宗教的傳統活動 可以帶動整個七堵的觀光 讓人們了解七堵有很多很漂亮的地方 包括我們七堵的鐵道公園 最近要展覽到今年的12月份 還有我們七堵火車帶很好吃的便當 還有很多很好吃的小吃 希望藉由這樣的活動 讓更多人 新北 台北 全台灣 甚至國際的人都知道 基隆有一個很棒的慶祭宮 我們希望藉由媽祖的慈悲 同名的大智慧 能帶動整個七堵 帶動整個基隆 整個觀光也好 經濟也好 各行各業 所以我們早上10點開始有個祈福活動 市農工商各代表的祈福活動 要代表說我們各行各業 市農工各行各業 會開始期望這個活動 主要的活動在這邊 2024七堵慶祭宮 媽祖孔明文化祭活動 7月7號早上在七堵慶祭宮 正式舉行 在指導單位 基隆市政府和基隆市議會 全力協助下 承辦單位七堵慶祭宮 特別安排是農工商 四大百工百業的代表 包括基隆市政府七堵區農會 基隆總工會等單位代表 以茶祭祀升天燈祈福 希望在媽祖大慈悲 孔明大智慧保佑下 讓七堵區和全市各項建設 以及文化觀光同時起飛 我想當時這是冥冥之中的注定 因為當時是一個因緣際會 那我的朋友他從這個13年前 就從那個四川那個成都五婆子 這個就是請了這個 這一尊的這個孔明到那個平溪 那就是我們在聊聊聊 因緣際會 我覺得應該是我跟這個孔明的緣分 那我希望說這個 當然最重要是我們七堵媽祖 這個媽祖 媽祖婆她真的非常的慈悲心 那也要她允諾願意讓孔明來幫助我們基隆 那我從政的這些年來 我一心一意就是要讓基隆七堵發展 無私心的 那我覺得冥冥之中 就是孔明可能希望藉由我 來當橋樑 來幫助基隆 幫助七堵 幫助台灣 主辦單位也特別邀請 台灣中和研究院創辦人 劉泰英現場演講 除了早上的祈福法會 中午和晚上 將封街舉辦圓遊會 社團表演等文化活動 以及晚上明星獻唱 借東風的晚會 希望讓七堵區 勞力滾滾 也帶動文化觀光商機 記者 郡松 其中報導 另外 媽祖孔明文化祭活動 晚上有明星駐唱 及摩采活動的 借東風晚會 市長謝國良 議長同姿委 立委林沛祥 都請來共襄盛舉 歌星北原山貓的現場演唱 將七堵清淨公媽祖孔明文化祭活動 推向最高潮 小心在哪裡 小心鼓勵 中午開始封街 販賣各項美食小吃的胖卡餐車進入 社區各項文化活動表演 以及孔明智慧所解鎖活動 隨著溫度逐漸降低 7月7號在七堵清淨公舉行的2024 七堵清淨公媽祖孔明文化祭活動 到傍晚時奔人潮越聚越多 基隆市長謝國良和立委林沛祥 晚上6點多 一起先抵達現場 市長謝國良先繞場一圈 和市民朋友打招呼 展現受歡迎的超人氣 隨後基隆市議會議長 同志委和市議員曾宜芳也趕到現場 主辦單位清淨公特別請來 國寶級道士為這場活動 進行祈福儀式後 由市長謝國良頒贈 護國幼名匾兒 感謝清淨公 由主委柯金彪代表收下 參加活動的貴賓們都希望 借助媽祖的大慈悲 和孔明的大智慧 建設七堵 讓七堵和基隆更繁榮 阿瑪根扣一報告 國良也要學習孔明 我們在拼七堵的經濟 這裡就是我們港務局的一德新村 我跟佩祥委員一直很努力 現在正在推動都更 未來呢要蓋什麼 要蓋就業的基地 這裡走過去 沒得一百公囚 未來我們就要蓋就業基地 這個就是港務局的招商案 那另外一邊 陽明海運的另外一邊 他現在是原本要做這個正名安居 但我們還是很希望能夠結合陽明海運 開發更大的就業基地 這點跟祝都中心 還在爭取當中 但是總是七堵的未來 一定是光明的 就像我們的媽祖跟孔明文化祭 大家說對不對 所以我們一定會努力 來好好的打造七堵 成為一個大型的就業基地 一邊是火車站 另外一邊是捷運站 我們希望借用我們孔明的大智慧 把基隆市打造的越來越好 我們都希望說 我們未來的領導人 能跟孔明一樣 自事之能成 希望說把我們這個地方 不管我們這個城市 還是這個國家 一後轉向國下富 那佩祥在這邊呢 其實就是一個 講起來就是一個幫忙的啦 所以剛剛國良市長講的 那怎麼樣把基隆市 把七堵區變得更好 佩祥會盡力在中央協助地方 我們這個電視還不斷地在轉播這個三國演義 看到這個孔明與三觀金 那非常希望 我們這個七堵的發展 就像孔明一樣 揮兩下 七堵會跟越來越進步 我想相信在這個未來 捷運進駐基隆 都市計畫的改變 搭配我們社會住宅 七堵的好山好水 休閒農業 一定可以讓七堵發展得更好 七堵是未來 基隆市非常重要的一個 副都心啊 我們議會 代表全體議員 來祝福我們七堵 孔臥龍駐駕 龍年好運 大家說好不好 好 我們基隆未來的發展更好 這樣好不好 好 那大家一起加油 市政昌隆 謝謝大家 十三四年前 就是說 這個我們的 從四川 成都五火池 這一尊的孔明 到十分 那十分在那邊住家 因為我們都知道孔明燈 是這個孔明發明 孔明它本身是一個發明家 也是一個軍事家 也是政治家 可以說是全能的 那我們這邊是七堵 那孔明是在三國 三國 那三加七 七 是不是十分了得十 那七月七日在七堵 七點七分 北斗七星出現 要借東風給我們基隆 給台灣 萬事俱備 只欠東風 就是借智慧 給我們所有的市民好朋友 給台灣人 祝福我們台灣越來越好 謝謝大家 謝謝 七堂媽 真的在我們七堵這裡 是一個非常 大家知道的一個信仰中心 那今天我們結合了媽祖的慈悲 還有我們孔明的智慧 所以相信今天在場的大家回去 一定能夠更平安 更長智慧 大家說對不對 謝謝 感謝各位 我們借由七月七七 的七堵 七點七分的氣候 帶動我們七堵 帶動我們基隆 各行各業 起風了 經濟發展 起風了 將來我們一天一天 比一天好 祝大家 心裡的健康 萬叔 如意 謝謝 謝謝 歌星的表演 和晚上的摩采活動 讓人潮越聚越多 市長謝國良 在帶頭摩采後先行離開 同樣展現人氣魅力 民眾主動要求拍照合影 而議長同志委 則是和市議員 曾宜方也和民眾熱情打招呼 後進入慶濟公內殿參拜七多媽 和其他奉勢的神明 整個七堵慶濟公媽祖孔明文化祭活動 在慶濟公主委帶領所有委員和志工們 通力合作下順利進行 老淚滾滾也帶動文化觀光商機 記者吳俊松基隆報導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聞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可視乎快樂 營養化碳中結 sure NECO獎提醒您 屋外式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家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阴氧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1.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2.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 3.敢用电热水器 那后奖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合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拥持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